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研究学科 今天除了我之外 在我身边有五个学校牧师 Asa长老和Kurtis长老 和大家一起研究学科 在我们研究学科之先 我们先做个祈祷 慈爱的父神 感谢你 让我们有机会 和大家一起研究学科 愿圣灵上帝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所说的 都能够荣耀天父 让大家更加明白 圣经的真理 以上讨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誠心所愿 今天我们是研究第一课 题目就是 理解历史 所罗巴伯和以斯拉 在耶利米先知的著作里面 我们看到 上帝应许他的子民 在巴比伦流亡七十年之后 便会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古列王 或者我们称告老师王 他是波斯的皇帝 他可以说是上帝的工具 他也被上帝恩膏 他攻占了当时的巴比伦城 我们看到在以斯拉书的第四十五章第一节 提到古列王大概在公元前的五百三十八年 颁布命令 允许上帝的子民 回到他们的国家 重建圣殿 说到耶路撒冷的重建 我们又需要看看 以斯拉书的第四十四章二十八节 论古列说 他是我的木人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 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发明立稳圣殿的根基 上帝才是耶路撒冷重建的保证人 他感动古列王的心 使他同意让以色列人回去重建圣殿 当上帝看到他的子民积极回应 上帝总是激动着他们 以色列记一章五节 于是 犹大和变雅敏的族长 祭司利美人 就是一切被上帝激动他心的人 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 建造耶和华的殿 在这里我们看到 当我们积极地去回应上帝的大能 以及受他的恩典所感动 而去行动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表现出来 这个由于我们知道上帝是哪一个 他为我们做了些什么 以及我们知道上帝是多么爱他的子民 于是上帝就会慈爱地干预 比如在以色列记的第一章第二节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上帝 以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祝福我 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为他建造殿羽 我们看到耶利米和旦以利 都有说到犹太人他们回归的事 首先提到他们第一次回归的预言 在这里我想请牧师为我们解释一下 好 既然在圣经当中都有记载 这是第一次回归的经文在耶利米书 我们一起来打开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五章 十一和十二节 这寸地必然是荒凉 令人惊吓 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 十二节七十年闷了以后 我必认罚巴比伦王 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 因为他们的罪业 使他们永远是荒凉 这是耶华说的 在二十九章第十节 耶华于此说 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闷了以后 我要建故你们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怨 使你们认回此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是应许 以色列人他们 便可以回到他们本身的祖国 所以在弹以利的旧章里 都有记载的 当弹以利是读到这个买书的时候 他很渴望 能够看到他们这一代的人 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 所以弹以利很用心 又祈祷一直肯设的祈求 希望上帝能够实现这个应许 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终于有第一次回归 就是在古列王的时候 上帝激动的古列王 能够闯开这个大门 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去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历史 在公元前的时候 606到537的时候 大有这些年份 但以利是看到波斯角 已经是挖起来的时候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动静 所以他很逐急 所以他有祈祷 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 是一个很慈爱的上帝 他会守他的应许 所以在弹以利书的第九章 除了一而折有说到 这个七十年之后 他又应许 要让弹以利书看得更远 不单是他们可以回归 回到他们的地方 还有上帝要应许他们 应许他们有一个救赎主 会来到救赎他们 并且会为他们牺牲 钉在十字架上 献上更好的制物 并且有这个好的制度 能够是拯救他的百姓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 要比以色列人 和我们凡是相信他的人 是更加好的 上帝永远都是记得他的应许 就好像耶稣要离开的时候 他都应许我们 他会再回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足之第一次的回归 实现在公元前的五三七 古列王下令他们能够回去 不单是用他们回去 更加是将他们以前 这个巴比伦王 所在圣殿当中 所列会 他们这个巴比伦各的东西 还回给他们 可以带回去 这个也使得我们想起 昔日当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的时候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 那些人也将很多 他们需要的东西 也给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上帝 是永远都信实的 他记得他的子民 所以我们很感谢主 在公元前的五百三十七年的时候 上帝感动 并且激励古列王 原意是实行上帝所有的应许 允许这些以色列人第一次的回归 所以不单是允许他们回去自己的祖国 并且也将以前 这个巴比伦王 在这个圣殿所露裂的那些器皿 完全都还给他们 给他们带回去自己的祖国 所以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也令我们想到 昔日当以色列人 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建故 当这个日期满的时候 都让他们离开 当时那些埃及人 都一样的 是送很多东西给他们 以至他们 能够在这个漂流的日子里面 都能够生存 所以我们也感谢上帝 他的信实 和他的应许 永远都会实现 是的 其实如果我们看回 圣经里面的预言的时候 再看他们的应验 实在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而我自己最喜欢 就是关于耶稣预言的应验 在一些学者来说 他们估计圣经里面 大概有200至400个 关于耶稣的预言和应验 如果我保守一点 我就当它有百几二百个 其实百几二百个预言 要应验是很难的 不过有一个 我是特别喜欢的 是记载在《以赛亚书》 53章7节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阳高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阳在展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这个其实是一个 没有什么人会注意的一个预言 但是这么微小的预言 都应验了 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上帝是这么紧张 每一个小小的东西 那么他给我们发出大的预言 岂不是更加会应验 好像耶稣基督说过 他说我去原事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如果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就必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然后耶稣也曾经说过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然后还有就是说 魔鬼撒旦最终都会被毁灭 这些相对我所读的经文的预言 是大很多的 如果小的会应验 大的就更加会应验 所以这些给我们感觉到 有一种很安慰的感觉在里面 因为上帝说了将来会发生的事 如果我们全心相信 这些事情必定会实现 因为上帝他不会改变 他以前说过会实现 他说过将来会实现的 自然会实现的 好像我们来看看 关于重建耶路撒冷的预言 这个预言里面提到 七十年之后 他们就会回到重建耶路撒冷 虽然我们知道 当所罗巴伯带带着他们的民众 一起回去重建耶路撒冷 又得到古列王 古鲁士王的应许 给他们带回圣殿的 器皿和金屁银回去 但是他们的重建 真的是一波三折 虽然是这样的 但是上帝的应许 始终都要实现 所以我们看到 在历代波斯王里面 由古列开始 一直到 我们看到 大利乌 接着 有阿哈徐老王 接着 去到 在四五七年 发出诏书 发出命令 给尼希米的 阿达涉西王 所以我们知道 了解历史是很重要的 我就请Kurtis长老 为我们讲解历史背景 好 我做了一点水磨功夫 列了大家看看 时间和黄的分配 当然 要重建圣殿 不是那么容易 但这个是真的完成到的 完成了的历史是怎样呢 大家看看这个图表 因为在耶稣之前 所以时间性 由左至右 是倒数的 所以最左边是五六零 我就隔十年一次去 所以五六零 五零 五零 五四零 这一段期间 就出现有五个王 你看一下旁边 就写着 古列二世 江比西斯二世 大利乌 涉西斯 即是阿哈徐老王 还有阿达涉西 这五个王 有些是支持重建的 但有些是不支持犹太人的 但是他的在位期间是怎样呢 你跟着那个列表 譬如一个古列二世 旁边他就写着是五五九到五三零 那段黄色那一条 就是他在位 他做王的时间 当然他不是一出色做王的 他也不是一死了之后 才给下一个 可能是下一个 是散位或者是过渡等等 总之是在位期间 就是那段时间 所以第二个王 江比西斯 是真的很短的 只有八年的时间 大利乌 这个是比较长时间 这个王在位的时候 其实对犹太人挺好的 但之后阿达涉西 这个涉西斯 即是阿哈徐老王 对犹太人就不太好 所以阿达涉西就是那个 哪个王王 伊斯帖王后 就是这段时间 就是这段时间 犹太人几乎灭族的 最后就轮到这个阿达涉西 就是他执政的时间 这是比较颇长的一段时间 接着你就看这个时间段 顶和底那里 就写着第一批 底下就写着所留八百的 那个五三八 其实是哪个法令的 就是第一个王 第一个王就是古列王 古列二世 他大概是五三九到五三七 那段时间 就发出这个命令 当然你发出这个命令 就是他不会是一执政开头 就发出这个命令 你见他执政开头 去到差不多 过了一半 一大半 他才让以色列人 犹太人 重新回去重建圣殿 即是他都颇怒了 去到他执政的晚期的时候 才发这个命令 但是你发了一个命令 接着你今天发命令 然后我明天就去 明天就去 明天去不了 那你要找那些人 就说你愿意肯去 那犹太人被奴 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是由哪段时间 是由这个尼布加尔维莎 攻陷了这个圣城耶路撒冷 接着就将犹太人奴略了 将圣殿的金器 和银器都奴走 接着 由大地那里 耶路撒冷 基本上是荒凉的 没什么人 只剩下一些最穷苦的人 是什么都没有的 接着 还有葡萄园在那里 你看看会不会饿死 即管看看 做到什么就 吊着命 用这样的方法 所以现在犹太人 说要回去复国 接着还要是上帝感动 这个古列王 要下这个命令 这个还不是神迹 但是问题是那班人 是否愿意去呢 听说是很少数 但是这件事情 你发觉去到第二批人去的时候 就已经是去到 连这个以斯帖皇后都过了的时候 就是这个 去到第五个皇的时候 去到阿达瑟西的时候 才开始发这个命令 让第二批人 跟着这个民事以斯拉 就去重建圣殿 所以第一批人 跟第二批人中间 数字上是相差80年的 但是实情应该是70年左右 因为那些时间性 还有那些人能不能够起行 要何时才真的去到 然后去到可能还要 这班人 怎样才能够重新整 就是重新整 相差一段时间 是有这样的时间 但是第二批跟第三批 相差的时间就短些了 十二三年左右而已 就是尼希米 带着这班人去 你发觉这段时间 前面是用颇长的时间 后面是颇短的时间 现在我们说的是尼希米 以斯拉 以斯拉 尼希米 去重建圣殿的时候 他起码都是壮年 你没理由 刚刚一出生 十多岁 你起码都是壮年 才能够带领一班 肯回归的人 去回这个废墟 重建圣殿 所以到以斯拉去到的时候 如果索罗巴们未死 都已经是老得不得了 但是呢 于是他就在以斯拉记 就写下这个历史故事 就是当年上帝感动古列王 就是在他现在现任的王 之前五个 之前四个 当年上帝感动古列王 下这个诏书 让以斯列人回归 由索罗巴伯带领以斯列人 还要拿一大堆金银财宝 去重建圣殿 那现在呢 他讲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轮到他自己去了 所以你看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 前面那堆都是历史故事 但是到后来 他自己都参与了一份 他自己参与一份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看到有些奇怪了 比如第四章 第一节开始 我们只看第一节 他说 犹大和变雅敏的敌人 听说被老归回的人 为耶和华以斯列的上帝建造电雨 那是这个敌人来的 犹大和变雅敏的敌人 听说被老归回的人 为耶和华以斯列上帝建造电雨 你是敌人要做些什么呢 那当然是千般阻难 或者是渗透 或者是骗骗哼哼哼哼哼哼 其实我是朋友来的 让我们一起做 就是诸如此类用这些各种方法 你不给人 等我破坏你先 等我敌对你先 等我顶住你先 就是用这些各种方法 接着你讲到第四五六节 就讲到各种各各不同的王 在那段期间 他们就越来越升级 将他们的敌党的力量升级 就是去到在省长面前告你 在皇帝面前告你 因为这个不是一般民众的事务 你如果在圣殿完成到的话 那你是复国的 是一个国家级的东西 所以他们就用诸般的设计 就在那儿向各个不同的王 就诉说 怎样不好 你不应该给他 你没有人就纳税了 跟着这班人走了 那国家怎么处理呢 于是就有很多的敌对声音 是阻止他们的 跟着这些王 有些是听 有些是不听的 但最终耶路撒冷和圣殿 是真的能够着仰来建 他先建圣殿 接着到后来 连城墙都能够建 甚至他们的敌人觉得 哇 这个是神迹 是他们的上帝在那么短时间 就是后来是52天 就能够连城墙都可以建 甚至是有敌对的派系在抵挡着 都能够完成 那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这次我们来研究这个学科 就要看这个以色拉 和尼希米基 但当中我们如果是根据一般的历史 我们发觉有些奇怪 譬如以色拉的第五、第六章 就是讲到这个大利乌王 但之前第四章的尾巴 讲的却是阿达雪西 那是否那些时间罪 好像不太一样呢 其实《罗伯中圣经》 都有这些奇怪的 譬如《创四记》第一章和第二章 就是两个不同的角度 第一章就是讲上帝创造天地 以上帝的立场来说 但第二章仍然是讲上帝创造天地 不过是以亚当的立场来看 所以有时大家看一些东西 可能就不太一样 譬如《丹尔利孙》都有讲 明明是同一个四大王朝 但他是慢慢将某部分放大 慢慢将某部分放大 于是我们越看的时候 他开始也不讲前面的东西 究竟是我们有时看这些 就会觉得有些会混淆 有些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这些人一讲一大堆 就完了 为什么要讲到前面呢 那我们这次学伙 就要看一看 在以斯拉纪里希米纪 上帝给我们知道的信息是如何 以及我们要凭什么的信心去接受 是的 好像阿滕所说的 其实我们看圣经很多时候 都遇到一些比较迷惑的事情 我自己感到也有些困扰 就是当我读到希西家王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希西家王他病了 上帝直着先知告诉他他要死了 但他很悲伤 于是上帝就加了十五年命给他 这十五年命很奇怪 因为有两件很重大的事情 就是因为这十五年命而出现 第一件是因为加勒底的使者 巴比伦的使者来到探访他的时候 他就将他的收藏品展示给他们看 最终就导致犹大国被巴比伦俘虎他 另外一件事就是 当希西家死的时候 接触他做王的是他的儿子马拿西 马拿西做王的时候是十二岁 换句话说 是在希西家得到这十五年命的时候 才生这个马拿西王 而这个马拿西王 圣经目形容他是一个行业和话 眼中看为恶的事 并且他还做了五十五年王 他的恶事 我觉得真的令到我们都不好意思出声 在上帝的殿里拜天象 是做上帝极不喜欢的事 我们说上帝他预知未来 他既然是预知未来 为什么他容许 为什么他会更大方 给希西家多活十五年命呢 这个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不过圣经有一句说话 时刻提醒我一件事 记载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 第八和第九节 这里说到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这里给我一个感觉就是 上帝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 他容许某些事情发生 自然是有他的意思 所以我要学习的一个课程 就是顺服 我们不单止要相信上帝 我们还要完全顺服 即使我不明白 但是我们相信的 就是上帝有他的意思 只不过我未能明白 同样的 关于回归重建耶路撒冷这件事上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事情 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譬如当古列王 向所罗伯伯发出命令的时候 为什么不一次就成功呢 接着有第三次回归重建耶路撒冷呢 我们一看到 我们一看到 在第二次回归耶路撒冷的 就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 就是上帝就插显了他的祭司 这个以斯拉 以斯拉究竟 在当时有没有帮波斯帝国做事呢 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呢 其实就不是很详细地说的 总之我们知道 以斯拉是阿伦的后裔 他也是一位祭司来的 那我们从以斯拉记的 第七章第八章 我们都看到 当这个亚达斯西王 在公元前457年就落命令 就叫以斯拉回去重建耶路撒冷 当时他带的人 就没有所罗伯伯当时带的这么多 在圣经的记载就列出了 十二个支派 十二个家族的人数 我们将那些男性加起来 大概有1500人左右 我们加起来一些妇女 小孩子 估计大概有5000到6000人 是比以前第一次回归的人数少了很多 在此我们就请阿伍牧师 你讲述一下这个以斯拉 究竟这个人物是怎样的呢 好的 我们知道第二次的回归 都涉及到这个以斯拉 我们都很想了解 以斯拉到底是怎样一位的人物 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在以斯拉基的第七章 第七章一到十节 尤其是在第一节 一直到第五节那边 就讲到以斯拉的背景 简单地说 我们就知道 这个以斯拉就是摩西的哥哥阿伦的后裔 是一个文士来的 留着这个是祭司的血统 简单地我们就不再读了 我们可以从第六节那边看看 以斯拉如何应用 我们看看以斯拉基七章第六节 如何应用以斯拉 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 他是敏捷的民事 通读耶华以色列上帝所赐摩西的律法书 王尽准他一切所求的 是因为耶华他上帝的手帮助他 阿特斯西王第七年 以色列人祭司利美人歌唱的首门的尼提灵 右上耶路撒冷的 皇帝七年五月以色列到了耶路撒冷 正月初一他从巴比伦起程 因他上帝私恩的手帮助他 五月的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 第十节 以斯拉定志 考究进行耶华的律法 又将律列典章 教育以色列人 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到 这个以色列是一位很追求 很追求这个上帝的律法 要明白上帝的说话 尤其是刚才在第十节中 跟我们形容得 他是定义要去明白上帝的律法 并且你不单是明白他 还要将你去明白这些东西 是要去说给那些以色列人听 教导他们 让他们一起来遵守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重要性 他从阿伦的后裔那边出来 因此我们看到在圣经中 他都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我们亦相信 这个以色列虽然是一个民事 无论他在之前 是不是在皇宫里面有服侍过 或者是之后我们不清楚 不是很清楚的记载 但是一定很肯定的 就是以色列在当时 这个阿达涉西下面是做了 这个是重要的 这个是工作 以至能证明他有这种能力 所以就允许他们第二次的回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有勇气 带领这些人回去再一次的重建 刚才五穆斯提到 以色拉他专心考究耶和华的律法 就是他成功之道 其实对于我们今时今日来说 这种耶和华的律法 还有没有他的功能 我想和大家说一句说话 以前我们说 所有人都要知道 妈妈是女人 今天这句说话 不是了 今天这句说话 可以说妈妈是男人 甚至父母是女人也可以 这种反映到什么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绝对的标准 在澳洲 一些小朋友 可以按照自己个人 当日的意愿 或者如何看自己 而选择性别 以前我们说 我出生是男子 是女子 这些很正常 但今时今日就不是 我出生的性别 是不能影响我 如何看自己 所以如果我今天 认为我是一个男孩子 我今天就可以去男次 我还可以认为我是一个 无性 不男 也不女的人 那这些见机是什么呢 是我认为 好像很简单的说话 我认为和我们的道德标准 或者道德方面有没有影响 或者有没有关联呢 现在我们要看这个世界 全部都是看我怎么看 就不是看那个事实 这里引伸到一件事 如果我觉得我父母对我不好 为什么 他满足不了我的需要 所以我可以不孝敬父母 又或者我觉得这个世界 真的很不公平 阿藤你有这么多财干 我一点都没有 于是我就会不断地去 踩他 说他这样 说他那样 又或者是 我看到范牧师有好东西 很有钱 那我又没有 于是怎样 我就抢你的东西 因为这个世界不公平 这是我认为 所以不是看事实的 现在这个世界 事实就是他很努力做事 所以他能赚到钱 我很懒 我赚不到钱 但现在问题就是 社会是很不公平的 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世界没有一个绝对真理 所以我们耶和华的律法 在今时今日这个已经没有了 绝对真理的社会里面 如何让我明白哪些是绝对真理呢 我自己的感觉 唯有回到上帝的律法 有时候我们真的看到 了 大家说的情况 在这个世界 很多地方会出现 其实 这个世界 很多的地区 他们的法例 都很不相同 在这个社会 认为是不对的 在某个社会 认为是很应该的 因为人的智慧有限 人的想法 特别如果我们只是随从自己的思维 罔顾了其他环境因素 很容易我们走到一个极端的路上 为这个社会 为自己也好 为自己的家庭也好 带来了伤害 感谢主 我们的作物主是一个慈爱的主 他的智慧远超我们人所想像的 他们为我预备的都是最好的 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 上帝的律例典章 就是说上帝的吩咐 我们要遵行 很多时候我们说 家有一路如有一保 就因为他人生经验丰富 他可以向我们分享他的经验 免致我们走差踏错 或者遇到伤害 但是今天很多时候 看到家庭里面的年轻的年幼的 他们未必是会听 他家里面的父母 长辈的说话 因为这个世界的风气就是这样 不过我们看到 当时这个王权的社会 不要说上帝的吩咐我们要听 王权的社会 皇帝所下的命令 必定要进行 如果不是后果很严重 轻轻就坐牢 严重的就是杀真之王 所以当时上帝 他感动了阿达斯西王 让他下了一个御子 让以斯拉回去重建圣殿 重建耶路撒冷 在这里我们想听阿达说一说 这个御子是怎样说的 在听这个御子之前 先做一点心理 我们先想想 如果你的老闆 你的老师跟你说 现在我给你钱 给你时间 你去养病 去医病 给你十年时间 你医好你的病 然后你这十年人工照出 工不需要回 然后你努力去医病 这样的老师有还是没有呢 十年 一直出人工给你 等你十年去医病 医药费都他给了 怎么会有呢 怎么会有这样的老师呢 现在阿达斯西王 他颁布一个命令是这样的 在以斯拉记第七章 第十一至到二十六节 不准备读完 但是我会偷一点来说 就是很有趣的 他就说 首先先说 就是民事以斯拉 在阿达斯西王的眼里面 他说 在这个第十二节 他说 讲这个以斯拉 他是通达上天 通达天上上帝律法 大德的民事 就是他在这个以斯拉 在这个王心里面 是通达上天上帝律法的大德的民事 跟着江子 你们就一起跟着他回去 重建耶路撒冷 不是空手去的 在第十五节 就说要你带金银 就是王和牟士金心献给 住在耶路撒冷 住在以斯拉的上帝 还有要在全省里面所得的金银 百姓乐以捐的钱 和给上帝的礼物都带上去 除了金银之外 还有公牛 公绵羊 绵羊糕 还有素制 这些都带上去 还有巴比伦 不是 旧时老律回来的器皿 上帝的器皿 也要交给他 也要带上去 接着 第二十节 如果那个店里面 需要用什么经费呢 可以在王的虎库里面提取 就是你有什么经常开支呢 水电煤 你全部在那里拿 你食用的那些 全部在那里拿 在王的虎库里面 就支出这些钱 接着就还有 降致给何西的一切的副官 就是那些虎库 就是管钱财的那些官府 就说 你们都要开仓 不是赈灾 就是开你们管钱的那个库 就把这些钱拿出来 就帮他们 他们要重建什么 给他们尽量支持 就是除了黄 你一大笔之外 去到地方 都要支持 不单止这样 他说甚至是 22节 银子去到一百他年得 墨子一百 这个不知道怎么读 走 河尔 走一百百特 由一百百特 言不计其数 都要给他 就是 为什么可以去到这样的呢 但是他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 第23节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说 凡天上之上帝所吩咐的 当为天上上帝的殿 详细办理 为何使愤怒临到和王的众子的国呢 这句也是很奇怪的 你给钱支援他们去建立他们的圣殿 建立他们的圣场 建立他们的甚至是司法制度 就是有带你们的律法书 按照你们的上帝的给你们的律例 去建立你们的那个国度 原因呢 就是不要等上帝的愤怒临到王 和王的种子 是希望呢 我们将所有他的人民 我们努力他的什么呢 都归还给他之后呢 等他们为我们带来祝福 这样的理由 都等他们找到 当然了 他们呢 是因为他们当时拜的神的观念 是各有山头的 所以当时乃曼他就带来的封得没衣子 他说要献上金银礼物给先知以利沙 但是他说不收不收 我一点都不要 他说那好吧 你可不可以让我捧一笔泥土 让我带回到我国家 就是那个山头主义了 他觉得等我带着这一笔泥土 就是让我带着这一笔泥土 就是让我带着这一笔泥土 就住在这一笔泥土 就是他们的观念是这样 就带着他回去 等我都供奉 虽然这个神在这一笔泥土 就小了 不过这个神我也有份在这里 就是他们的观念是这样 就不代表这个阿达瑟西王相顺上帝 但是他用了一个御子 是这么强劲地 是包扬了这个先知 不是不是 这个书记以斯拉 民事以斯拉 然后也都很好表扬上帝 在他们的心目中 是有多崇高的位置 也都要尽所有的能力 是除了自己 还要是民众 还要是地方官员 这样去让这一件事情 能够成就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有五万人 第一次是索罗巴伯 五万人回去 第一次是几千人回去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你觉不觉得 譬如当年摩西在埃及 行上帝的十灾之后 身为以色列人 开头有埋怨 去到后来 我们的上帝 他们说 很厉害 埃及人 你死定了 埃及十灾之后 有哪个以色列人 说 很厉害 看完埃及十灾 接着我留在这里 我不走 是没有的 是怎么会不走呢 是一定要走的 你身为一个被老的人 在巴比伦时代 就已经被老了 接着现在去到 马德波斯这段期间 已经是融入了 在这个社会里面 已经是一个 不是自己的地方 在外邦里面 这个地方 不是叫做生存 调着一条命 你不是有一个很畅顺的 犹太人的宗教气氛 或者是别人那些 拜的其他奇怪的神 又对你有什么奇怪的影响 就是你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那么舒适 但竟然上帝听祷告 要让你回归 还要有那么大力的支持 接着 竟然只有五万人去 留在那里的 是有数十万人的 那数十万人 在第二次呼召的时候 都只是去一点点 所以怀俄伦师母 他就说 其实上帝 让这两个这么大的成绩 将上帝的心意 很明确给人知道 让他们回去 有上帝的旨意在他们身上 那些不回归的 当然他们可能有 他们自己个人的原因 原因多数就是 已经自业了 我买了房子在那里 我走了 这间房子 卖不出 便宜卖给人 我又要亏了 放在那里 然后又没有了 心里面可能就不舒服了 或者是有些财宝不能带走 或者是他年老 就算他年老 就算他年老 也很想回耶路撒冷才是对的 抬都要抬回去 应该是这样才是对的 所以那帮不回归的人 他们就面对了 以斯帖王后的阿克徐老王 批准灭族的危机 虽然灭族的那件事 是由那个 华人是哪个 那个叫做哈曼 因为 他没底改事件 然后他不拜我 于是他就在王面前 慫恿 就是要灭哈曼 哈曼就是灭 没底改 和他的民族 于是犹太人 在这段期间 要面对的是更大的困难 不过我们看到上帝 他一定是大的 纵使是一次两次 慫恿你去做上帝的事情 你不去也好 他仍然有第二个计划 仍然要借罪以斯帖的手 要拯救他们 所以上帝有恩典有怜悯 他的旨意要做什么 我们不要不去 免得我们掉到这个试探当中 他在长老所提到的问题 就是那帮以斯帖人 被老之后 他们分散在 当时的波斯帝国 不同的地区 他们不是个个都有心 回去重建自己的 圣城耶路撒冷和圣殿 但是 其实回去重建 圣城和圣殿 是一个莫大的福气 我们看到 撒加利亚先知也提醒他们 要回去重建 免致遭受灭亡 我们知道 阿卡徐老王的时候 真的是 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 不是抵改 祂为王立了公 不是皇后以斯帖 祂叫所有民族的人 和祂的宫女 肯切祈祷 上帝谁听 他们真的会灭族 所以一个真实的宗教 敬拜上帝 专心爱我们的主 上帝会大大的恩倦我们 在这里 我想请牧师 跟你讲一下 当时以斯拉 他所讲到的宗教 真正的宗教 是怎样的 好 我们来到看到 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唯有制作这个教育 的话 我们可以将这个宗教 传授给他们 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 曾经老师也提我们很多次 也讲很多次 他说如果没有教育 就没有将来 我们也知道 教育有分很多类 例如我们在家里 我们有家里的教育 我们在社会 有社会的教育 然后在学校 我们有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更加分很多种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有不同的学术 我们在教育里面的时候 我们也有宗教教育 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读过 在以斯拉基里面 第七章 讲到以斯拉 他就是传三传二 去查考这个圣经 要明白上帝的律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圣经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都是好像一个科学 什么叫科学 今天是科学 科学就是你有这个理论 然后你去做这个实验 实验之后你证实 这个是科学来的 这个是可行的 我相信 从以斯拉这个宗教的教育里面 我们也看到 他不行 他是很用心地下了这个决心 全心全意地去研究 然后可以实行在自己的身上 在自己的那些 那些以斯拉人的身上 然后可以看到 上帝怎样的带领 上帝的信实等等 以至他能够去教导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基督教 这个是宗教的话 我们需要花时间去研究 我们又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要活出来 以至我们都能够做见证 都能够跟他们分享 所以以斯拉他除了受祭司的训练之外 在当时 因为他生活在外邦的社会里面 所以他对当时的社会 马特波斯的学术等等 他都很了解 都很明白 很明白 但是这些没办法满足他 所以他很渴望继续研究 他更加要明白 为什么我们会被流方 到海外去 离开自己的故乡 以至自己的故乡是荒凉 所以他可以明白 他明白了 因为我们犯了罪 所以我们看到他 祷告等等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以斯拉他真的很用心 他不单是去考察这个圣经 并且由于是有文士 所以他也是将圣经抄写 抄写以至能够使得后代 都能够继续受中共的教育 以至他们能够明白 他们应该真真正正 要回到上帝的围抱里面 今天一样的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叫做爆炸性的时代 这个知识下爆炸性的时代 我们每一天在手机 在不同的广告里面 有时候在我们手机 是无端端有些不 我们都没有订开的东西 在突然间走出来等等 因为很多东西都影响到 我们今天的价值观 刚才阿佐长也有说到 在澳洲他说到性别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东西是影响到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基督教的 这个宗教的信仰对我们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应该要效法 这个好像以斯拉的心智 我们要好好地研究圣经 所以当以斯拉他明白了之后 他查考这个圣经之后 他看到他以前在这个 马大波斯有学习到 有很多很多的知识 他认为他明白 这些东西是无益的 无造就的 所以他言以放弃 花更多的时间去明白上帝的真理 所以今天回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应该每一天 我们都应该有 这个以斯拉的精神 我们好好地学习我们的信仰 以至我们能够明白 今天哪些知识 对我们是没有帮助的 以至我们就不要花那些时间 我们花更多的时间 好好学习上帝的真理 能够是帮助我们 对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更加有信心 而不会去怀疑 而去仰望他 所以原常帝帮助我们 在这个宗教的教育方面 我们都能够下功夫 其实我们通常 不会是以圣经的律法 或者是以圣经的教导 来先行的 但是上帝的教导 就不太一样 你譬如像摩西那样 他作为一个埃及王子 他受他的教育 所有就是埃及人的教育 他学到很多的了 埃及人的文字 军备 那些所有都 都装备自己 准备将来能够成为 埃及的下一个统领 下一个王 下一个法老 但是上帝 他是不要 他学会了这些 那么多东西 为什么不用他呢 就是因为 带领以色的人 埃及 用的不是这些 用的是 要上帝他 亲自重新教导他们 我们现在 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的时候 我们学会了很多 在这个世界上的方法 譬如 待人接物的方法是怎么样 走道路 走道路的时候 你开车 或者要人家的交通 规则是怎么样 就是用了人与人之间的 沟通的方法 但是 上帝的方法 是怎么样 他重新教导摩西 譬如 还有 施世若寒 他小时候 他就 已经 要走出去 抗野那里生活 要从大自然那里 学得 从上帝来的 亲自的教导 他熟读圣经 熟读大自然的 所有的 科目 就是他知道 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 但是 他是用这些知识 走入人群当中 我们看到 今天学科里面所说的 我们如果能够 好像 尼希米那样 尊心寻求 上帝的话语 明白上帝的律例的时候 而且 愿意遵行上帝的吩咐的时候 上帝是大大的重用我们 就好像当日 重用这位先知 这位祭士一样 当然 我们知道 当尼希米带着 以色列十二个族的族人回去的时候 在路上 他们所遭遇的一切 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的话 他们一定会遭遇不测 因为当时很多人去反对他们 陷害他们 诬告他们 但我们知道 上帝掌管着一切 如果我们专心倚靠上帝 不单止我们 登蒙上帝的保守 而且 我们也能够成为了 别人的祝福 所以在这里 我们愿意 所有的听众朋友 让他们 专心地去研究圣经 了解我们的主 是一位 何等慈爱的主 下一次我们研究的题目 就是 尼希米记 在我们结束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祈祷 慈爱的父神感谢你 你选先言 记录 你所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让他们明白 父神你是掌管一切的主 愿你 时刻地提醒他们每一位 让他们能够专心地仰望主 让他们能够专心地倚靠你 使我们一生有主力的伴随 使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荣耀天赋你 以上祷告 那奉靠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成心所愿 祝福 优优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